副主任,副导組的陳組長,還有各位同仁,大家午安。 後天吧,4月2號,是我們國家定的社工日。 所以感謝組長和各位同仁的邀請,來致辭跟發小禮物,共同來慶祝這個節日。 那我以希望來講的話,尤其最近的主委的很多指示,一直在強調要讓我們的住民活化,活得有價值,而不是完全的被照顧著。 所以說這個方面應該是我們社工的專長,應該是我們在社工方面存在的一些意義。 我們心靈上的照顧,比實體的照顧,在我們這地方真是比較重要的。 那我利用這個時間,能跟我們所有的社工人員,雖然有些人,你沒有拿到社工事證照,但是你從事這工作,你就是社工身份。 我們共同美麗,來創造我們整個柔家,是一個溫馨祥和的,一個遺養的環境。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要鐵詞。 說不定哪天我們自己都進來要接受那個,我沒有把現在的文化給弄好。 那將來我們就會深受其苦,都不要叫,誰叫你當時,沒有把整個單位的文化弄好。 所以我用這個來勉勵大家。好,謝謝。